我正好到南郊来调查一个案子 顺便来看看 什么案子 还从道北跑南郊来调查 入室盗窃 属于流窜所来 牵牵量很大 不说这个了 建工 真的不打算回家了 不是我不想回去 爹娘帮我赶回来 我把你俩再回去 你看你 一家人呐 磕磕碰碰总是难免 事过去就过去 咋 你还非让白鹤神 来向你道歉 不是 我爹娘的性子 牛不是不知道 倔着 我要赶回去 我爹飞拿棍把我捋出来不靠 即便是我爹不说啥 他娘 那冷俩我也受不了 这时候怨不得我爹娘 这时候怨不得我爹娘 只怪我 被我体验平 事过去了就过去了 这样吧 我回去 先跟你大伙子说一说 我走了 自己多注意点 可以 再咋说 小三也是咱张家的儿子 您二老还真能不让他进这个家门 你看 在学校里 别的学生是家在外地回不了家 可咱小三家就在本市却回不来 您二老心里不见得就那么好受吧 小三他做事太毒太绝 这样的儿子 我张有才宁可不认 拜 您别生气 其实小三还算有孝心 那说啥 他有孝心 他有孝心咋不听俺的话 把雁平帅了呢 人一啊 他如今翅膀硬了 跟俺不一条心 他不光对不起雁平 他对不起人一相的街坊邻居 从小一把食一把尿把他养活大 他全忘了 我跟他说 他死活 他死活别回来 他要是回来 街坊邻居会孝更安安 我抢身 我抢身 事儿 话也不能这么说 你不让小三进门 就算对得起雁平 对得起街坊邻居了 您看 他说他在那边生活得很好 也不记恨见过 只是有一个心愿 就是希望家里人能和和睦睦过日子 这样他在外也就安心了 雁平真是这样说的 你看信在这我能哄您吗 婶儿 现在雁平也走了 建国也跟那个省长的女儿谈成对象了 你们现在还跟他欧气也没多大意思了 省长的女儿砸了 她就是部长的闺女 俺也不稀罕 省儿 建国的事儿 你就让他自己拿主意吧 现在他长大了 你想管也管不了了 我看这件事儿这样吧 我替白鹤尘做个主 让建国回来吧 任意 难为你和雁平这一片好心 不记恨我们张家 不记得了 呗 您这话 见外了 妈 什么事这么急啊 人家还上课呢 家里来特人了 你跟我来见见 妈呀 什么客人啊 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 你黄伯伯的儿子黄启祥 这是我女儿宁欣 您好 您好 来 请坐 来 启祥坐 坐 你们两个呀 随便聊 我到厨房上阿姨准备晚饭 七强 想吃点什么 随便忙 你是不是 我不想吃到 我到厨房了 你家 我没有 你去哪 你去哪 我去哪 我去哪 你去哪 我去哪 你去哪 你去哪 我觉得这孩子不错 要家事有家事 要模样有模样 他一直在深圳做生意 有好几百万的资产 现在呢 又在这办公司 正好 你们多基础切除 妈 您知道我正在跟建国谈恋爱呢 妈怎么能不知道呢 不就是谈个恋爱吗 妈 我喜欢建国 建国是招人喜欢 可他能和启祥比吗 傻丫头 婚姻呢 可是一辈子的事 不能光从感情出发 当初啊 妈还不喜欢你爸呢 可我就认定了他有前途 结果怎么样 可我认为建国也有前途 馨儿 现在是深化改革 搞活经济 今后呢 只有在商业非常有基础的人 才能适应潮流的变化 你看 七强年轻轻的 就是公司的老总 他爸呢 又是一言九鼎的人物 这些 你说见过他 妈 您别说了 不说了 妈不说了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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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的婚姻大事 你呀 就好好想 我希望你不要在屋里抽烟 我希望你不要在屋里抽烟 是 要在屋里抽烟 都是 你们的 好 你就这样衣冠不整地站在阳台上 难道不怕别人看见 看见又怎么样 深更半夜的 人家会怎么想 我还没结婚呢 老有个陌生男人在这晃来晃去的 我希望你收敛点 你以前好像没有这些机会 哥 三儿 你在这干嘛 等你 有事啊 我算上你今天该回来了 咱爹咱娘都好吗 好着呢 走 跟哥回家 要能回去我早回去了 我找你有别的事 这是啥 哥你该记得 我小时候得心脏病做手术 是咱人一向的街坊邻居给凑的钱 五白帮着操办 这纸上都记着了 我一直留着它 这钱是我攒的 差不多两千块 你哪来的钱 搞得着我 帮我给你 把小三儿还了 小二 他说啥 他就问爹娘好 然后就回学校去了 建设 明天你去学校 把小三儿叫回来 你等我 你 fala 排队 你可不浪费 今天 有礼物 她是太阳光月威 看了 兆光月威 他就好像有狗幻 习惯女子 aksi 她是故意 她子 不害怕 你得罪 别罪 红兆 来 雁平来信了 还问到你呢 说啥呀 让你多回家看看 好好读书 注意身体别熬夜 多好的闺女啊 知冷知热 三儿 有空 你也给雁平回一封信 人家补起你的仇 你呢 也就别显得那么小肚鸡肠 爹 娘 宁兴要来咱家 哪个宁兴 就我她那对象 就是那生长的千姐 她跑咱那秋价铺有点干下来了 她说想来看看爹娘 念了 打门槛地 别崴了人千金小姐的脚 按说 我和你娘都不待见她 可是你志意和她好 将来早早晚晚也是咱们张家的媳妇 来就来吧 爹 娘 您心想礼拜天来 咱是不是把家收拾一下 收拾啥来 茅草屋再收拾 也变不成金兰殿 咱那三间破瓦房 哪比得上省长家的小羊肉呢 娘不百括 也没那力气 我跟你说 她愿一赖她就赖 她不赖她就走 我也没请她来 她不来啊 我倒露个清静 你们家就住这儿啊 小三 五婶 大对象领回家来了 您出去啊 说什么呢 都是街坊邻居 我们这儿人爱开玩笑 你看你 爹 娘 你怎么 嫂儿 回来了 这是我爸 我妈 这是宁兴 伯父 伯母好 好 来了 快快来坐 坐 谢谢 我给你吃点瓜子 快来 吃点瓜子 好 喝水不喝 这水不热 来 喝点水 谢谢 我不喝 娘 你别忙我了 要耍我自己来 我到厨房看看 你别弄啥娘 四二 您坐啊 好 这房子 雨天会漏雨吧 这就是我的屋子 怎么样 你笑什么呀 我笑你救情难舍 人都走了 这洞房还留着 好像是某位领导人的故居 这是我妈的意思 她不让你动 你妈一定是非常喜欢雁平了 要不然她对我那么难谈 你不知道 我妈这人像暖水瓶 外边冷 里边热 以后你常回来 就知道 免了吧 我可适应不了这种环境 我也不想成为她的眼中钉 她娘 你咋还不做饭呢 皇上来 一会就好了 那吃啥 蒜头炒鸡蛋 吃它慢跳 就这 咋了 人家省长的千计 啥没见过 恐怕燕窝熊长都吃腻了 还稀罕你那四碟子八碗 这话是这么说呀 可是她总是客吧 第一次来咱们家 咱不能显得太寒酸了吧 要不 她娘 我去菜市转转 你去你去 少玩 我没见过老公子奔着巴结儿媳妇 你看 好了 咋摆在桌上呢 你呀 闺女 没啥手艺 这都是家常便饭 你随便吃点啊 其实我不太饿 你看你说嘞 大老远来了 咋能不饿呢 咋能不饿呢 贺男人 不请坐下 建国啊 能不能拿双公块 你自己家菜吃吧 嗯 你也吃了 吃 哥 先生 回来了 刚下车 娘 家里有客人呢 哥 这是宁心 我哥 在铁路上工作 你干嘛 你还认识我吗 你咋认识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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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贼 他带我我的钱包 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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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张建国 我算认识你们家人了 到底怎么回事 回去问你哥 他会告诉你一切的 是 我哥是当个小偷 可跟我有什么关系 张建国 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 从今以后 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宁心 我觉得我真傻 我怎么会喜欢你这种人 我怎么会到这种地方来 再见 你说这天底下 就有这么巧的事 偏偏是他 跟咱们小事儿谈对象 建设 先吃饭 娘 我不饿 胡说 咱不饿 跑了两天两休的火车 快来 吃飯 吃饭 快坐下 吃 别往心里去 该吃就吃 该喝就喝 他走了更好 他在这儿 我妈先不自认 我对不住小三 吃饭 要我说 这也不算啥 不是娘护短 那都是过去的事 你不是都改了吗 人吗 谁还没有个犯糊涂的时候 看看她的样子 不问青红皂白 打腿就跑 我看呀 她对咱小三也不是真心的 姑娘家嘛 风风火火的 像啥样子 吃饭 西方舒坦 该咋就咋 小三有啥 娘听你说话 三儿 四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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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对不住你 给你丢人现眼呢 你那对象 你那对象走了 怪我 我今天不该回来 我要不回来 也就碰不着了 你今儿碰不着 永远还碰不着 对不起 行了行了 现在说着还有啥用 我甩雁平 让人一向的人都骂我 我为啥呀 我 四儿 你别那么吓死我 她不理你咋了 天下好姑娘多着呢 她不理你你就活不了了 天底下女孩势度 省长女儿有几个 省长咋了 省长的女儿就那么住鬼 省长的女儿就可以在咱家 横挑鼻子 竖竖竖眼 当帅叔奶奶 娘 别说 三儿啊 三儿啊 你堂堂的无耻汉子 你看看你 在宁亲面前低三下心的样子 你叫我看着多恶心 我咋了我 三儿 你就不能有点做人的置气 三儿 是哥不好 你傻的烂太乱 不是你当贼闹肉的事 但我不会复杂的 而且就能找到 可能是不优秀 你要不要还 不敢看 这就是 那ここ 也不是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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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北就是出贼 是 我以前做过贼 告诉你 我绝不会和一个贼的弟弟在一起 从那以后 我再没偷过 这些话 你骗三岁的毛孩子还行 别想来骗我 我没听说过哪个贼能够借偷 你现在肯定还在偷 请你相信我 我不相信 你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偷我的钱包 你的同伙用刀逼着我 把我绑在男厕所的下水管道上 你们真是卑鄙无耻 这一切我永远都忘不了 相信你 做梦去吧 请你原谅 谈不上 你以为你们做了坏事就没人管了 公安局不是把你抓起来了吗 你们不是这样去蹲大牢吗 你跟我什么关系都没有 也用不着请我原谅 我还有事 再见 你 你要干什么 你怎么办 为了借偷 我锯掉了我两个手指 我偷过你一个钱包 为此 我通过十个月的监狱 这你总该解气了吧 我是做过贼 现在 我把自己弄成残废 这总该够了吧 你可以怪罪我 你为什么要怪罪建国 如果你嫌弃 他有过做贼的哥哥 我可以和他脱离关系 我发誓 今生今世 绝不影响你们的生活 你用不着跟我说这些 难道 你还让我给你跪些吗 你还让我给你跪些吗 那你就跪个样子让我看看 哥 别求他 没想到 你们兄弟俩还会演戏 今天我可真相开演 这世界上 竟然还有你们这样的人 你给我站住 放 放 哥 你放开 你别这样放 师哥对不住 哥 你别想了 小三 别叫我 人配 不管怎么说 你都说哥 哥 我说她 你也不说我 如果我不是你哥 宁馨就不会 你错了 哥 就算没你 他也不会跟我接活 我真傻 宁馨是贵族 从小养尊主优 生下来就有优越感 而我生在平民百姓家里 就算是考生研究生 他一样看不起我 哥 你别怨自己 怨之怨我对他抱有幻想 还是雁平说得对 靠谁都不信 要靠 只能靠自己 老表 你在这干啥 我在这等你半天了 跟你商量个事 去 我没空 别急嘛 上回你帮了我的忙 这回哥们给你个发财的机会 怎么样 啥 你让我帮你贩毒 要想挣大钱 这是最快的办法 哪一边 我在南方我有货源 在这我有出手的渠道 不管有多少 我都能把它卖出去 当然 就是路上查得严了点 剑师 你是铁路职工 又刚好跑这条线 不会有人怀疑你 我不找你要钱 你只管运货 给你一成的利润 怎么样 不行 嫌少 那好 两成 可以吗 不行 别太贪心了 两成够多了 你就是钱给我 我也不干 剑师 你是怕翻船吧 放心 我这么跟你说 你和我 咱们俩是单独联系 谁也不会知道你 别说公安局抓不着我 就是抓住了 我也绝不会把你供出去 我老板是最讲义气 这点你知道 老板你听好了 贩毒是伤天害理的事 我绝不会干的 我也劝你别干 这次我就不说什么了 下次你再来找我 我就送你去公安局 老板 老板 别碰我弟弟 那是 他是你兄弟吗 谁敢碰他 老板 不过 万一谁在街上跟他打架 失手伤了他 比如说捅上个一刀两刀什么 老板 别吓唬我 建国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他妈杀了你 别着急 开个玩笑 何必这么认知 建设 我跟你商量这事 你好好想想 想好了 为他跟我说一下 行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 火车晚点了 在郑州耽耽四个多小时 紧赶慢赶才赶回来 三孩人家打架了 伤了没有 没啥大伤 缝了几针 别人用砖头砸的 三人呢 在屋呢 三 这是咋回事 我也说不清咋回事 反正那会儿我在学校门口的商店站着 过来俩人撞我一下 我就说了去走路小心点 他们开口就骂了 完了 就打起来了 我头上就挨了一瞬 打你的人你认识吗 不认识 看样子不像是学校的学生 还没有 我给你说过 别放我弟子 先生 先生 不知道你会来的 咱们进屋说 坐 坐下 咱名人不做暗示 建国是我指使人打的 没想把他怎么样 只想给你提个醒 先生 你有种 你要想给你弟弟出气 你拿这刀捅了我 你以为我不敢 你敢 当年你也是一条汉子 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 怕我谁 不过件事 黑道上我比你熟 今天你捅了我 不出三天 就会有人放你的血 你信不信 我信 不过 我是吃饭长大的 不是让人吓唬大的 我弟弟挨了打 不能就这么算了 你得给我说点啥 好吧 来 这点钱 这点钱 算我给建国 赔个不是 我不要钱 我知道 这点打发不了你 我可以 这样可以了 站住 你得给我当线人 从南方给我孕妇 你不干 贩毒的事我不干 你不干也得干 我让你看样东西 认识他吗 在火车上 你帮我带过来 你要不答应 我就到局子里告你 贩卖毒品 剑舍 这可是杀头的罪 从前咱们俩在一块绑国偷人 他们肯定认为你是同伙 只要我咬定你是毒贩 你就是跳进黄河 也洗不清了 你干嘛往缠着我 因为只有你才能帮我 我不干 我定可蹲监狱 欧平 你害了我 你也好不了 我本来就没打算活着 贩毒 就是提着脑袋过日子 天日走险 才能发大财 只要咱俩绑国一块干 我保你三年 变成百万富翁 我不干 你必须干 剑舍 我知道你不怕死 可是你得为建国想想 我说过 别碰我弟弟 建国聪明 出息 我自己应该看 哪能树 你有国家 你不能得罢 他 我根本不脑 你是不被评出来 我老板 你得罢队 你不得罢队 这是要不要 由我 我要把他打成植物人 变成傻子 建设你听明白 你必须得跟我干 你家伴登场 我家伴登场 你家赤嬷嬷 我家吃西方 风来推不开 你爱情不得 好麻烦烧烂 你爱情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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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麻烦烧烂 我家伴登场 你爱情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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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快追不开 别而进不来 我长安 守在我身边 你家安冷藏 我家安冷藏 你家吃过我 我家吃西方 我从而退不开 别而进不来 我妈关上了 守在我身边 我回忑不开 别而进不来 她关上了 守在我身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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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推不开 越近不来 海而尽 多么关上岸 守在我身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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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